心思細膩 浪漫多且就是他們的特質 敢愛敢恨 只要有安全感 就會全心全意的愛珍 想感受充滿被依賴的可靠感嗎 那就快來征服他們吧 月老執情中 水象星作片 我想問一下要怎麼稱呼你 Debbie 興趣是什麼 沒有 漫畫 是哪一類型的 哪一類型的 我都看了 不會 最近在看那個啊 週數迴戰 她有看是不是 她也有看 週數迴戰 你也有看 週數迴戰 聊起來 聊起來 喜歡漫畫的就跟她聊這樣 你是什麼星座的 巨蟹 那巨蟹人家說很愛家 你有嗎 我覺得愛家一部分就是宅啦 宅 愛我家 那你單身多久了 一年罷課 那前一段感情是怎麼結束的 被劈嘴 我抓到的 有時候男生的東西不要亂看 就是無聊的時候 電腦翻一翻就翻 欸 這對話誰打開 他還很聰明欸 他把通知關掉 這樣被我看到了 那個人是什麼星座 牡羊 牡羊 那你會因此對這個星座有 就是會不喜歡嗎 或是說嚇到這樣 不過我覺得還是會 看那個人的個性 我喜歡高高瘦瘦的 心目中的高要多高 175吧 看起來就是比例 然後瘦瘦的 對 那個性上呢 喜歡幽默的欸 就可以跟我一起講幹話 顏值上有特別 通常還是會有一點 小外貌 對 還是會看 可是有時候 在一起的都不是理想型 呃 就是感覺對了 有時候這些也都是說說而已 情人節會想要送對方什麼禮物 沒有 情人節我們都只是吃吃飯 我在家裡等你 哈哈哈哈 我在家裡等 金金 今天的金 是做什麼工作 直播 直播 平常工作內容就是 聊天然後唱唱歌 唱唱歌 所以你蠻會唱歌的 沒有 哦 就只是唱興趣 對 那你平常興趣是什麼 看電影或者是聽樂 然後我們在家玩蟲 你有洋蟲是不是 貓跟狗 你的星座是什麼 天蠍 你覺得自己像天蠍嗎 某部分像 就是對 對你好跟不好的 會分得很清楚 他想問一下你單身多久了 沒多久 對 沒多久 沒多久 剛分手是不是 嗯 還是剛剛 就是一小時前 真的有都沒有差不多 真的嗎 為什麼 只有第三則啊 真的假的 知道很久了嗎 很多次吧 你是不是心軟的那一種 比較能忍 對象是什麼星座 巨星 巨星 蛤 巨星不是傳說 對啊 不作人碰巧 到處暖的時候 他到處顧大家的家 對 他會顧很大愛 顧到別人的家 你這次 是因為什麼才下定決心要離開他 欺騙然後又不承認 就覺得太多次了 就覺得算了 會因此對這個星座 比較有不好的印象 也不會 如果之後要找對象 有什麼特別的條件嗎 會聊的啦 我覺得聊天 聊天互動很重要 如果連話題都沒有很難 你就是之後的想就可以了 對對對 如果是外型上呢 因為我高就好了 最後一表看起來 剛剛精進的這樣就好 對方禮物 你通常都會準備什麼 會去觀察他平常 嗯 就是可能有在注意什麼 好 你算很寵男友那一種吧 感覺你就是 寵暴男友的那一種 看 應該是 應該是有 應該是有被抖 那你自己會想收到什麼禮物 不要投擲就好 哈哈哈哈 誠實是最好的禮物 嗯 愛無幾國 愛無幾國 愛情專輯 誠實 誠實 就這樣說 好想問一下要怎麼稱呼你 欸 我叫羽羞 整個人看起來就在玩樂團 主要是專攻製作啦 所以你現在有自己出過作品或是 有 我有出過我自己的作品 在YouTube收得到嗎 在YouTube收得到 單身多久 四個月 你是什麼星座的 天蠍 你覺得自己像天蠍座嗎 有 有像 會滿在乎另一半的心中 欸 我以前會 你以為我有現在 但是後來的感情就比較好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改變 就順其字啊 管太多反而自己很累這樣子 對啊 很累 而且很容易想中想西 造成兩個人不必要的一些情緒 那你那時候是為什麼會分手 因為他也是算是創作者 然後我們兩個人生現在的階段 就是比較適合 去追求一些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們兩個磨合之後在一起的狀況 是會影響到對方 比較好的方式就分開 如果之後要真友 你會希望找什麼樣類型 他能夠理解我在幹嘛 就好 但如果他跟我相處過一段時間 他知道我的人生真的除了 竟然就真的只有一個人 所以他就比較不會擔心 那他不會管我幹嘛 然後我不會被他影響 他也不會被我影響 我覺得就OK 我覺得剛剛那段話很真誠 就是真的會被打動到的 外型 對 外型的 我是腰腿控 我喜歡那種有在練的 其實只要對自己的體態 是有在控制的 我覺得就還不錯 所以你那時候前任是什麼星座 雙子座 你會因此就是可能比較不想要 再跟這個星座交往之類的 不會 我覺得算是對雙子座有好印象 那想問一下說 如果今天情人節 你會想要送你一半什麼禮物 我寫歌送過他 我送禮物 我會很在意那個東西的特別性 還有價值 我覺得最好我送你這個是 只有我做得出來 就是心意最重要 可能吃個氣氛晚餐啊 或者是騎車看看夜景最重要 就是一起過節那種感覺 你會喜歡就是騎車 可以載女生去山上看個夜景啊 吃個餐廳 對 希望我可以寫一首關於你 平常大家都怎麼稱呼你 拉拉 你的興趣是什麼 打遊戲 記憶或是傳說 很多玩 男生會很喜歡欸 你是什麼星座的 我是雙魚 你覺得自己像雙魚嗎 很像 很多愁善感 很愛哭 感覺一般惹哭超可憐 會很心疼 就是那個眼睛蛋 然後流那個眼淚出來 那你單身多久 20年 20年 你應該要脫單是不是 就在我們這一集 他即將要脫單 你有曖昧過嗎 曖昧有 有曖昧過 為什麼都沒有 就是最後都沒有結果 就是相處過後覺得不太適合 NG的點有什麼 有點看臉 只是承認是外貿結會這樣 那身高呢 170以上就好了 你的理想型的偶像是誰 EXO的視訊 很帥是不是 視訊 圖片在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 結果全部人都直接跳過這一段 太難了是不是 那有特別對什麼星座有什麼嚮往 不要是雙魚座都好 為什麼 你不喜歡 我覺得自己就是雙魚座 然後自己的個性蠻了解的 那如果庭恩節會想要收到什麼樣的禮物 心意最重要 那有想過要送對方什麼 看那時候他需要什麼 希望你快點來找到的 那大家都會怎麼稱呼你 母一 大家都叫他母一 好我叫中林 你身高多高 175 還不錯 好那你 那你是 你還想要再高一點 178吧 應該是最理想 這樣能挑的人就更多 也沒 好那你是什麼星座 雙魚座 你覺得自己像雙魚座嗎 情緒化的話就蠻像 因為我上次是水瓶 所以我比較奇怪 就是上一秒很好 下一秒就不好 比較喜歡一個人阻止 你不會偶爾還是想要有對象 會想 可是 就覺得太麻煩 可能過一下會覺得 沒關係還是限制 所以這是我覺得 每遇到你真的很想要 一直跟他嗆出口 有過這樣的人 可是後面就是 遇到西差人就覺得 好像找不到那個影子 就覺得酸 啊真的喔 干涉多久 哪有啊 都玩別人是不是 也不算 欸眼神有猶疑欸 我不喜歡太黏的 如果一直命你 你就會已讀不回 我可能連讀都不會讀 好 在一起沒有欠過面就分手 沒有 網戀那時候 這樣他就很可怕 就是我在上班 我可能拿手機看個時間 然後他就會馬上傳訊息說 為什麼你可以用手機這樣 他怎麼會知道你拿手機 不知道啊 那是多久了 快五年 但是難怪他們說你在還債 我覺得還在欠債 換一半然後就繼續玩別人 就繼續欠 終於承認了 你前一段是怎麼分手的 前一段 價值剛剛不跑 你理想的另一半的外型 至少165吧 你喜歡 165都好跟我差不多 瘦瘦的 那你不會喜歡那種健身型 不行 我另一半腿一定要比我細 你腿蠻細的 然後還要比你細 有點難 我腿好像都快比你細了 個性上呢 我覺得就是至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要做什麼事 要有上進心 對 他過情人節會想要送那一半什麼禮物 送什麼 對 五年沒過了 我怎麼會知道 那你在那個跟別人曖昧的時候都沒有送過一些禮物什麼的 或是什麼 這麼小的 看小氣是不是 他超夠的 少屁 你值得別人大方嘛 應該就是開車出去玩吧 開車出去玩 多不一樣的 那你自己有想過會想收到什麼禮物嗎 我沒有特別 因為我不是重視物 我只是覺得不一定要送禮物 一起過就好了 對啊 我不介意你缺點很多 但我介意我的生活缺了你 哇 突然一個流 那有特別偏到跟哪個星座交往的 我一直覺得我跟天蠍還蠻合的 只是都遇不到天蠍做的 這邊有一個天蠍單身會看暗化的 不過我還沒問到外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可以當朋友 還有啊 朋友 朋友 朋友卡秀 朋友卡秀